一只大脚从天而降 狠狠朝地球踩去 定睛一看 太空中竟然有个超级绿巨人 而大脚的目标正是青城山 可在落下的瞬间 大脚被一个透明结界挡了下来 就在不久前 闪光老师一个人无聊的踢着足球 不料球被一个僧人劫了去 原来一群和尚前来挑衅 想跟忍者校园的学生踢一场足球赛 而对方是脚踢谢贤 赢过张卫健 击败欧冠 横扫全球的魔鬼少林队 恰巧学校的精英都在实习 根本回不来 于是先找到小雷 只见他眼睛一瞪 伸出闪电手指 眨眼间将破碎的风扇焊接好了 随后找到在街头表演双截棍 挣零花钱的小李 第三个是大地式小鹰 此时他正在健身馆当教练 紧接着找到八卦掌传人肉丸哥 还有没一记之长的肥仔 虽然是临时小队 可战力不拢小觑 比赛这天 刚一上场 双方就擦出了火花 小雷想在笑话面前表演下绝技 不料对方已经布下了十八同人阵 星也更是念出往生咒 小雷瞬间失去心智 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 小鹰却一点都不害怕 微微笑后 刚要抢球 不料对方速度更快 一脚将小鹰踹飞出去 足球则深深迁路门助理 僧人又是一脚抽射 将肥仔撞飞几十米远 小李想去抢球 可没盼合上速度快 还被一拳垂进大楼里 名人刚想动手 没想到对方拿出激光灯 名人体内的天狗之力瞬间激活 被当成狗耍了起来 这是星爷脚踩足球 用出大力金刚脚 危机时刻 球却被露完歌挡了下来 随后双手画圆 场中出现个八卦图案 接着用出一仰指 干翻对方一远后 将足球甩了出去 名人抬头一看 紧跑几步 聚集起丹田之力 猛的一吸 把天狗之力全部注入足球中 然后小嘴一张 射出一道光柱 威力穿透了外太空 可就是这么厉害的招数 竟然被小尼姑挡了下来 以柔克刚 小雷接到球后 把水倒在上面 跟小鹰一起出战 还撒了拨狗粮 和尚见状 急忙用出铁头弓 却被两人轻松躲了过去 没想到乐计生悲 小雷一个没注意 踩到香蕉皮上 就在他即将落地时 大脚趾踢到了足球 小鹰一记重踢 朝尼姑射去 而这次 他的以柔克刚 竟然失效了 原来刚刚小雷 故意把球弄湿 将闪电之力传到足球上 然后闪电之力 进入尼姑体内 麻痹了他的身体 这才成功进球 星爷见状 非常生气 只见他盘下身子 睁开血轮眼 瞬间身上多了层金色护照 紧接着空中就多了个绿巨人 他缓缓站直身子 然后抬起42码大脚 用力踩了下来 而目标正是这个足球场 眼看大山要被移为平地 危机时刻 空中竟然出现个结界 挡住了大脚的进攻 正在这时 三名陆侵者 偷偷从缝隙里钻了进来 而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见任务完成 魔鬼少林队一溜烟逃走了 地球守卫者察觉到一场 一个闪现来到事发地点 大脚剑不是对手 急忙撤了回去 一场足球盛宴就这样结束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多超能力神通 你最喜欢哪个呢 男人身后出现一头猛虎 随后趴到了地上 悟空直接扑了过来 一口咬断他的脖子 第二个出场的老头是个瘸子 他双手画圆圈 射出一团白气 紧接着一只大脚 轰的一声落到地上 今天就让你死在我的天残脚下 他双手一用力 大脚就落了下来 每走一步都地动山摇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只见他大吼一声 锯腿就抡了过来 眨眼间就来到近前 一脚将悟空踹飞十里远 天残非常嚣张 纵身一跳来到空中 随后重重地落了下来 悟空小手一举 竟然将脚穿了个洞 这下他彻底成了残废 虚空公子轻轻一弹 宝剑飞了出去 然后快速变大 悟空剑撞 头侧向一边 抓住了剑柄 没想到宝剑力气太大 悟空根本收服不了 被带到空中 随后虚空公子又弹出五把宝剑 他们一个反转 就变成超级巨剑 方向一转 飞向空中 将悟空包围起来 他手指一挥 宝剑朝悟空刺去 被他躲开了 可宝剑上好像有跟踪器 紧紧跟在悟空后面 还把皇冠削掉一截 悟空很生气 掏出金箍棒 将宝剑纷纷弹飞 只见虚空公子大吼一声 宝剑会合到一起 不断拼接 最后成了一把超级巨剑 悟空将金箍棒往前一伸 跟宝剑对峙起来 没想到金箍棒根本不是对手 一寸寸不断崩裂 随后朝悟空刺去 可他早就修成金刚不坏之身 宝剑也奈何不了他 被镇成无数碎片 悟空竟然露出了真身 几个跳跃后来到金箍 只见他一声大吼 虚空公子快速燃烧 眨眼间变成了粉末 女孩跑着跑着 水面伸出一条长长的触手 吸到他的背上后 用力往回拽 跟扫剑撞紧跑几步 用力一扑 抓住孩子的脚 其他人也过来帮忙 大叔拿起一把刀 急忙割断孩子的头发 由于点了散和关注 这才逃过一劫 可下一秒 触手伸来 眼看孩子要掉下去 大叔拿起长刀 将触手砍成两段 女孩也掉了下去 幸好跟扫抓住了她的手 可刚安慰几句 怪鱼就跃出水面 张开大嘴 咬住女孩后 又跳进了水里 跟扫见状 夺过长刀 纵身跳了下去 钻出来后 鱼妖却没了踪影 她拿着大刀不停地乱砍 可刚一转身 顿时吓了一跳 鱼妖正死死地盯着她 随后慢慢抬起身子 张开大嘴 一口把她吞了进去 紧接着尾巴一甩 将木桩撞断 扶桥就掉了下去 筐里的孩子不停地往下滑 眼看就要被怪鱼吃掉 危机时刻 玄奘跳到另一端 孩子立马折返 刚要抓住蓝筐 大鱼尾巴一甩 筐子又滑了回去 玄奘见状 纵身一跳 把道掌拉了下来 孩子又往回滑 突然鱼妖尾巴一甩 木桥一个旋转 蓝筐就掉进海里 玄奘把手指插进道掌鼻孔里后 瞅准时机 一把江蓝筐提了起来 轻轻一扔 挂到鱼网上 突然水里出现个漩涡 对准孩子后 鱼妖就钻了出来 绳子砍断 鱼网脱落 将鱼妖撞到一边 随后重重地落到海里 玄奘紧跑几步 将孩子抱在怀里 正在这时 鱼妖从身后钻了出来 张开血盆大水就咬 可惜差了一点点 海趴在断桥上 下不去了 玄奘一把江道掌推了下去 可两人重量根本不够 凡尔被鱼妖弹飞 三人组剑撞 纵身一跳 大鱼只弹起一米 又重重地落了下去 随后更多人跳了下来 可还是奈何不了鱼妖 凡尔被震到空中 突然地面不成的晃动 一个二百斤的胖妞跑了过来 每跑一步都地动山摇 她纵身一跳 重重地落到断桥上 大鱼被高高弹起 以屁股将道掌砸到下面 随后翻了个身子 瞳孔一阵收缩 竟然变成个小伙 段小姐及时赶到 抽出八挂布 将鱼妖包裹起来 以顿操作后 掏出个圆球 而鱼妖则成了挂件 男人按下手腕 指甲就掀了起来 她非常害怕 慢慢转过手臂 仔细一看 指甲里有两个充电口 随后就盖上了 她这才长输一口气 可下一秒 手臂打开 竟然钻出一把AK 紧接着齿轮转动 喷出一股冷造液 排泄完后 AK就收了起来 男人彻底傻了眼 看向手臂 发现没有任何异常 正当她抱头痛哭时 觉得有点不对劲 于是摸了下脸 然后继续向下 发现脖子有些异常 伸出无名指 用力一按 头居然分成几半 里面装着各种电子零件 还在不停地运转 男人非常害怕 慢慢站了起来 一步步向前走去 来到镜子前 抬头望去 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 她一激动 手臂上的AK又冒了出来 这次还是两只 慢慢转过身来 看到自己的机械手臂 不知道是该惊喜还是恐惧 正在这时 听到家人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她晃了下手臂 AK就不见了 这时门被打开 她一扭头 脑袋就恢复了正常 随后失魂落魄地走出家门 可看到地上受伤的鸽子时 她蹲下身子 把鸽子捧到手中 定睛一看 眼睛居然启动了扫描程序 看到鸽子受伤的部位 紧接着缓缓注入能量 没过多久 伤口修复完成 鸽子挣扎几下 拍拍翅膀飞走了 难道她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这时耳朵听见求救的声音 她顺着声音来到医院里 走进一间病房 看到床上的孩子时 再次启动了扫描程序 最终锁定了头的位置 她看了看双手 随后伸了出来 摸向孩子的头 蓝光闪过 再次注入神秘能量 随着时间推移 圆环不断转动 很快就充能完毕 孩子眼睛眨了几下 然后慢慢睁开 这时医生赶到 想把男人赶出去 可回头一看 孩子正坐在床上 还摘掉了氧气罩 男人趁机跑了出去 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 你想变成机器人吗